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讲新闻之前还是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 因为有些听众提出一些问题理性讨论的范畴 修杰十分愿意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有一位听众在YouTube上问 他说他一直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 他说如果我们相信阿富汗撤军是美国华盛顿官僚体系一手操控的 那么这个荒唐的撤军当然是可以打击了拜登的民望 但是这也导致美国失去国际声望跟地位下降 难道这不是同样也损害了华盛顿官僚体系的利益吗 我们看华盛顿官僚体系跟拜登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如果是阿富汗撤军撤的如此荒唐的话 那么拜登的民望下降 那么拜登很可能他的这个总统任期就只有一任 因为在中期选举如果民主党失败的话 我很难相信拜登在2024年还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在进度连任 因为拜登的整体表现已经让美国的选民已经产生这样一种现象 拜登无能荒唐 并且有时候经常会神志不清 比如说纪念911的活动 现在在网上有条影片 我不确定这个影片当中拜登的表现是为什么 但是这条影片应该说是确实存在的 这条影片讲的是当拜登的夫人在发表讲话的时候 拜登一脸迷茫的站在他夫人旁边 左顾右盼 一会儿转头 一会儿转身 突然呢 他离开了这个讲台 走开了 过一会儿再回来了 我不能说这是拜登神志不清 所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表现 但是最起码 我同意拜登这种做法 确实是不太符合在那个场合的礼 他的夫人正在发表一个严肃的讲话 哪怕拜登有在重要的事情 他可以让幕僚去办 比如说拜登有什么一个事情马上处理的话 拜登也不应该在这个场合突然离开了正在讲话的夫人 所以拜登这些表现呢 我想不同的选民有不同的解读 如果本身很讨厌拜登 或者对拜登有一点疑惑的人 会因为拜登这种种种表现 一定在未来拜登的政治选举当中 或者民主党的政治选举当中 很多选民会背弃民主党 背弃拜登 所以这是对拜登最大的打击 那么反过来看 阿富汗撤军撤得如此荒唐 有没有影响美国在国际上的声望跟影响力呢 有 但是我想这个影响是短暂的 其实美国在历史上有很多挫败 比如说珍珠港事变 美国人什么时候相信美国的军队 可以被一个亚洲的小国 大日本帝国给打成这个样子 比如说在越南 美军投入了这么多人力物力 这么多先进的武器 居然没有办法消灭 越共胡志明的游击队 这也是令到美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 领导地位下降的一件事情 但是今天美国不是依然是一个 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 最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吗 所以美国可以遭遇挫败 但是这个挫败并不是美国不强大 而是美国的总统三军总司令无能 那么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说这次阿富汗撤军 我们从发生种种奇怪的事情 我们可以不妨讨论一下到底是因为拜登无能呢 还是因为美国无能呢 我个人认为第一是拜登无能 第二是华盛顿官僚体系当中的有些人 确实想给拜登造成一种困局 令到拜登上台之后 民主党这种政策不断走向激进的极左 能够得到遏止的一个手法 所以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判断 那么也欢迎大家对我们分享的新闻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YouTube也可以在我们电台电话留言当中发表自己的意见 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那么另外一位听众问说 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这么重要的新闻 为什么没有听在节目里面讲呢 我们礼拜一的节目不是讲川普吗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谁是拜登的敌人 那么我们也要对比一下共和党 现在在台面上好像大家比较关注的政治人物 前总统川普 那么他最大敌人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在礼拜一没有讲这个有关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这个新闻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讲到这个新闻 并且这个新闻 这个所谓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 到底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首先我说啊 拜登跟习近平通这个电话 最起码让我证实了一件事情 就是拜登在美国国庆节讲了胡话 大家还记得拜登在美国国庆节的时候 在发表演讲的时候 他说什么吗 他说我刚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 我跟他强调民主人权的重要 当时美国的新闻界都很迷茫 说习近平跟拜登通电话 大家都还记得是应该在二月份 在中国的新年之前 这是拜登上台以后第一次跟习近平通了电话 而在美国国庆的时候是七月 那么如果七月份拜登跟习近平再通了一次电话的话 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美国媒体都应该有报道 就像这次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 马上中国美国的媒体 还有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媒体都有大幅的报道 而拜登在演讲之前好像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拜登跟习近平通过电话 那么看起来那是通话是个秘密通话 但是后来无论是中国官方媒体还是美国的媒体 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没有去报道拜登跟习近平通这个所谓第二次电话 那么今天美国媒体白宫都证实了 拜登跟习近平刚刚通了第二次电话 所以在美国国庆节拜登演讲的时候他是说了胡话 最起码你二月份跟习近平通过电话 你不能说我刚刚跟习近平通完电话 好了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拜登如何说胡话 因为这毕竟是这位美国总统时不时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讨论一下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到底说了什么 这个电话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表面的内容 表面上我们看到中方媒体跟美国的媒体报道 大概我们可以总结两个人各自表述了某一些 他们愿意让公众知道的这个信息 比如说习近平说中美关系是很重要的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 那么美中关系要不要搞好不是一道选择题 就是意思说不是由美国跟中国选择说 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关系搞好 他说美中关系要搞好是一个必答题 但是这个必答题的题目是如何搞好 美中关系 习近平在这个跟拜登通电话当中强调说 中美合作双方都有利 全世界都会有利 如果中美对抗呢 双方都会受到损失 全世界都会受到伤害 好了阐述完美中关系的重要之后呢 习近平真正想跟拜登说的话 就是以下这几句了 他说第一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 是导致了美中关系遭遇重重困难的原因 习近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习近平这句话可以说是 他跟拜登通电话的内容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论点 习近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美中关系出现这样的结局 要导致两国领导人通电话来讨论 如何让两国关系得以改变 或者说两国不再发生严重的冲突 这个首先错是错在美国的 这是现在中国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 也是我说美中两国的外交关系 不可能有实质改变的原因 因为习近平现在在中国 是个定于一尊的领导人 我在节目里面多次讲过 什么叫定于一尊 就是我如神一般的领袖 是不会犯错误的 那么美中既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冲突 谁犯错误呢 只有可能是美国犯错误 这就是中国一旦讲到美中要恢复过去友好外交关系的时候 中国先讲一个概念 也是习近平这些讲的概念 美国首先要采取纠错行为 美国首先要纠正自己的错误 美中两国的关系才能有可能恢复 过去中国也给美国画了三条红线 比如说新疆问题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这是红线不能动的 而上次美国复国文星薛曼到中国的访问 中国又拿出了两份清单 这两份清单就是要美国纠正错误的清单 所以现在一旦讲到中美关系重新恢复到过去友好的状态 中国都会提出三条红线 两份清单 习近平除了告诉美国说 现在美中关系是你的错之外 习近平也给拜登很大的希望 习近平还念了路由的两句诗 三重水赴一乌路 柳暗花明又一春 我想如果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了解的人都应该听过这首诗 习近平的意思是说 现在看起来美中关系好像困难重重 但是只要你努力一下美中关系 马上就会有所改变了 怎么样才能有所改变呢 习近平给拜登指了一条名路 习近平说 如果现在想改变美中关系 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 应该有大担当 他要求拜登应该坚持向前看 往前走 拿出战略胆势跟政治魄力 大家不要以为习近平这句话只是说说而已 只是说说的客套话 其实这里边有两个词是十分关键的 战略胆势以及政治魄力 什么叫战略胆势呢 就是我们人经常大家在云云众生当中 我们都看到了眼前利益 但是呢 我们看不到长远的利益 现在长远的利益跟眼前利益是有一定冲突的 云云众生当中的凡人往往都重视眼前利益 这时候只有一个领袖 只有一个神样领袖站出来说 其实这个眼前利益我们应该放弃 因为远方我们有更大的战略利益 所以呢 这个领袖应该拿出战略的胆势 来平息云云众生错误的声音 放弃眼前利益 去追求未来更大的利益 习近平给拜登所指示的就是这样一条名路 现在美中之间出现了很多冲突 首先是你们的错 你们错在哪里呢 你们只看到眼前利益 你们只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令到中国成为美国的威胁 所以你们采取了错误的对华政策 但是从长远来说 我们合作有更大的利益 所以拜登现在就要平息 美国云云众生当中的凡人 凡夫鼠子他们的想法 要拿出这个战略胆势 改变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 如果想要改变的话 就是第二个关键词 要拿出政治魄力 就是要平息云云众生 这些凡夫鼠子错误的想法 所以习近平是希望 以拜登的一己之力 来扭转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政策 很明显这是两个意识形态 完全不同的国家领袖 两个政治体制完全不同国家领袖 互相之间没有办法沟通的一个要点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 习近平在跟拜登的通话当中 还透露什么关键信息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 到底让我们看到了 两个人通话当中 什么重要的信息 上一节我们讲了 习近平告诉拜登说 美中关系发展成这个样子 都是美国的错 所以美国要纠错 如何纠错呢 要拜登拿出战略胆识 跟政治魄力 所以我们从习近平这一段讲话 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是指望 美国总统一己之力 能够扭转整个美国 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我想拜登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变化 当然是因为 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有了改变 但是这个外交政策的改变 既不是拜登一个人能够做的 也不是川普一个人能做的 他是美国整个政治体系当中 包括不同政党的民选官员 包括华盛顿官僚体系 对中国的认知 对中国跟美国关系的看法 从而做出了这个改变 这个改变 绝对不是拜登一个人能改的 那么当然 如果要改变美中关系的话 习近平也会给拜登一些利好 希望用这个利诱的方式 能够令到拜登 真是拿出所谓的战略胆识 还有政治魄力 习近平知道拜登需要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气候变化的问题 我们这位美国总统 一上台之后 言必称气候变化 那么所以呢 现在他通过的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大型的开支法案 里边都有应对气候变迁的内容 连目标是对抗中国的老鹰法案 民主党也在里边筛了一个应对气候变迁的内容 要向联合国捐10亿美元来应对气候变化 那么这个气候变化跟抗中有什么关系呢 就不管了 反正任何开支都要加入这个气候变化的内容 因为民主党背后的利益集团 靠的就是这个题目来获取利益 那么既然拜登这么重视这个气候变化的内容 拜登跟这个气候变化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么深 习近平当然也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利诱的诱饵来引诱拜登 习近平讲到这个中美合作的时候 他说中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个气候变化等问题 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立场呢 是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 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 那么并且呢一直积极主动的承担 同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 我们知道拜登跟中国 他讲过跟中国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 该对抗的时候就对抗 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 那么拜登想在什么问题上跟中国合作呢 就是气候变迁问题 拜登为什么在气候变迁问题 这么想跟中国合作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国现在目前还是全世界排碳最多的国家 而中国对这个减碳是什么态度呢 习近平在跟拜登通电话讲这句话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就是承担同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 就是我同意应对气候的问题 我也同意环保 但是我所采取的措施呢 必须是跟中国的发展 跟中国的国情相符的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很多先进发达的工业国家 包括美国啊 德国啊 法国啊 这些国家都提出了一个减碳的目标 大概好像是2035年要达到一个标准 而中国所提出的标准呢 跟美国欧洲国家所提出的标准呢 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落差的 中国现在最起码说 从这个时刻开始排碳还会继续增加 而不是减少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因为自己发展经济的需求 中国的这个减碳呢 不可能马上就实现 这是拜登一直想跟中国谈的一个重要的题目 就是现在我们全世界 这些先进发达的工业国家都在减排 那么中国现在还在增加排放 最起码没有明显的减少排放 那么在这点上 中国能不能配合美国的这个环保政策呢 如果美国欧洲国家在减排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还在增加的话 那么这同样达不到全球减排的这个目标 所以拜登在这个问题上很想跟中国合作 那么习近平也表态了 我们也愿意合作 但是呢 合作的前提是中国只承担跟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 那么当然这个所谓的同自身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 是有一定弹性的 所以习近平这句话的意思说 我能不能在减碳问题上 在这个气候变化问题上 跟美国合作配合你拜登总统的政策 那么就要看你在中美整体的外交关系上 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了 因为这次美国的前国务卿 就是现在拜登政府的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 这个新闻我们之前分享过 克里到中国的访问就是一个受辱的过程 因为他不远万里飞到了中国 到了天津 只是能跟外长王毅杨洁篪做一个视讯的谈判 如果视讯谈判的话 何须让我们这个气候特使飞一万多公里 跑到中国去呢 但是克里到中国去表面上看 克里是想跟中国谈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 在谈这个气候变迁问题上 这个王毅讲得很清楚了 美中之间在任何领域上的合作 都离不开美中关系这个大前提 那么这个逻辑就是 如果你不纠错 你不认错 美中关系不能够得到全面改善 我们在其他的层面 在具体的议题上 都不可能有很好的合作 那么这是习近平在电话当中 给拜登表述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意思 那么拜登在电话当中又说了什么呢 根据中国或者美国媒体报道 我们基本上可以总结出来 拜登跟中国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所有媒体报当中都强调的一点 就是拜登告诉习近平说 中美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 我听完拜登这句话之后 我觉得这句话真是既空泛又荒唐 既然美中两国是一个竞争关系 竞争有激烈有不太激烈 那么如果中美两国竞争不断激烈的话 有可能避免冲突吗 很明显没有可能避免冲突 只不过这个冲突的方式是什么 是在外交层面呢 还是在军事层面呢 但是无论怎么说 竞争就有可能导致冲突 所以拜登向习近平透露的信息就是 我们肯定是个竞争关系 但是我们最好不要冲突 那么拜登最怕跟中国在哪里冲突呢 拜登的下一句话就十分重要了 我想这才是拜登跟习近平通话当中 一个最核心的关键 拜登讲了一句什么样关键话呢 拜登说 美方无意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方愿意同中方展开更多坦诚的交流 跟建设性的对话 确定双方可以展开合作重点 和优先领域当中的合作 避免误解而产生意外的冲突 为什么我说拜登这句话是所有通话内容当中关键的关键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 中国认为美中之间的外交关系发展到今天是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 而中国要美国纠错 并且中国给美国列了一个纠错的这个示意图 就是三条红线两份清单 但是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 拜登既没有讲两份清单 而三条红线当中 拜登只讲了这一条红线 关于新疆问题香港问题拜登没有提 只是讲了台湾问题 为什么中国有三条红线两份清单 而拜登只选了一个台湾问题来作为重点 向习近平表达信息呢 那么我们就要说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的背景 我们了解这个背景 我们大概就知道拜登为什么这么强调台湾问题 首先说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的背景 是有几个重要的会议马上就要举行了 其中一个就是四国峰会 所谓的四国峰会就是美日印澳四国 那么现在白宫已经明确 美国会邀请印度日本跟澳大利亚的国家领导人 来到美国 那么四国峰会的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这四国同盟的目标就是要应对中国 就是我们刚讲的 拜登组织了这个同盟来应对中国 来跟中国竞争 这个竞争必然发展的结果 就是美中之间会产生对抗 那么拜登组建这个同盟 当然是希望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这些在印太的国家 能够先与美国发挥作用 而美国在背后用各种资源来支持这些国家 周边的国家 包括美国也想拉拢的什么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 让这些国家形成一个抗中同盟 美国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支持这些国家 而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要邀请 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的国家领导人来美国开会 开会的这个只有一个内容 就是如何应对中国 那么除了这个四国峰会之外 还有一个二十国集团峰会 今年年底准备在意大利召开 那么之前我们讲过了 二十国集团峰会上 拜登能不能跟习近平直接对话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习近平很可能不会人到意大利去出席这个会议 那么所以 拜登跟习近平面对面沟通交流的可能性 应该就不存在了 所以一方面 美日应要四个国家要商讨如何应对中国 那么另外 二十国集团峰会上 拜登跟习近平又没有能够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这就是拜登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习近平的原因 而在电话当中 拜登明知道四国峰会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的 所以拜登要安抚习近平 等于说 拜登在这次跟习近平的通话当中 透露了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底牌 就是 其实美国很怕跟中国冲突 那么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发生冲突 那么拜登为什么这么怕跟中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呢 拜登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吗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节我们说 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当中 表达了一个十分核心的一个内容 就是 其实美国很怕跟中国直接发生冲突 那么拜登这个政策是对的吗 我个人觉得这个政策是对的 因为美中两个大国 虽然说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上有落差 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靠正面的军事冲突 来决定胜负的话 那么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获胜 都必然会付出重大的代价 这个肯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美国一向的如意算盘 是希望中国内部发生变化 变得更加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 跟道德价值观 这样美中之间才能更好的合作 而中国又不至于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所以包括50年代开始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和平演变政策 到了80年代 美国帮助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其实都是这个套路的具体表现 就是希望让中国的内部发生变化 让美中之间的这个道德价值观 意识形态更加接近 那么社会制度一样 当然是最好 但是呢 习近平上台之后 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明显打破了美国人的梦想跟这个目标 这就是美中之间为什么外交关系出现转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但是呢 说破了天也好 美国跟中国如果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这绝不是美国任何一个政党 政治人物 政治领袖 或者是军队高层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拜登才一开始这么强调说 美中之间没有理由因为竞争而发生意外的冲突 就是美国很怕直接跟中国冲突 这个所谓的冲突就是正面的军事冲突 那么美国在什么情况下跟中国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令到拜登这么紧张 要向习近平表达这个核心的意思呢 当然有 就是台海问题 现在台海的局势比较紧张 而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当中有一个重中之重 就是所谓的对台湾的政策 美国政府已经实质做出了重大的调整 台湾无论是对中国对美国都十分重要 对习近平对拜登都十分重要 那么为什么对习近平重要呢 我们知道习近平的目标是要在中国长久的执政 所以要修改了宪法 那么习近平如果要长久执政的话 像毛泽东一样成为一个终身执政的领导人的话 那么习近平必须在国内建立他的威信 而统一中国是习近平的目标 所谓统一中国 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台湾了 因为在江泽民年代 香港跟澳门已经收回了 那么现在中国认为属于自己的领土 但是还没有归到中央集权之下的 就只有一个台湾 所以统一台湾是习近平在任内一定要实现的目标 只不过是利用和平统一 还是武力统一这两种手段而已 从目前台湾岛内的民意 以及现在台湾政府的态度来看 恐怕合同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那么剩下的选项就只有武统了 能不能统一台湾 是习近平能不能轻死留民的一个关键 那么所以这对习近平十分重要 那么对于美国呢 台湾对于美国来说也一样十分重要 这是因为台湾的战略地位 之前我们讲过了 为什么不能把阿富汗跟台湾做一个对比呢 阿富汗的战略地位没有办法跟台湾比 如果中国能够用任何手段统一台湾的话 把台湾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行政管理的一个区域的话 那么这就等于以后中国的军事力量 可以直接威胁日本 可以直接威胁夏威夷 进而威胁美国本土 所以这是美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 而更加严重的是 如果中国统一了台湾的话 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 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到那个时候 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肯定在这种局势之下 一定会导向中国 整个东南亚也会彻底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跟美国就真是成了平分世界的一个格局了 这是美国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台湾对美国的战略地位这么重要 美国又不能放弃台湾的话 一旦习近平下定了武统台湾的决心 美国将会如何应对呢 之前我们讲过了 美国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 都不愿意跟中国直接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 包括美日印澳四国同盟 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 一旦万一在台海地区发生战争的话 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可以挡在第一线 让美国在背后提供资源提供支持 从而遏止中国武统台湾的这个决心 如果现在习近平真是想武统台湾的话 美国将会陷入一个束手无策的地步 不介入恐怕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介入又让美国跟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 所以这就是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 一个核心的内容 拜登要消除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念头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搞懂 为什么拜登在跟习近平通电话过程当中 除了不想让竞争变成冲突之外 还特别强调了中国三条红线 两份清单当中的一条红线 就是美国不会改变一中政策 这句话翻译过来的核心意思就是 我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你也没有必要有压力 现在赶快发动对台湾的武统战争 因为在美国看来 只要台独不发生 中国就不应该发动对台湾的武统 但是站在习近平看来 我如果要完成统一大业 青史留名的话 武统台湾就必然会发生 那么拜登如果向习近平表达了这个清晰的意思 就是美国不会改变一中政策 美国不会支持台独 那么美中之间就不会发生正面的冲突吗 几乎在拜登跟习近平完成通话的同一时间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让我们看到拜登在电话当中跟习近平表达的这个核心理念 好像有点跟现实不太一样 那么金融时报这条消息说什么呢 金融时报说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还有国安会的秘书长等一顿高官 现在正在美国秘密访问 那么秘密访问当中见了哪个美国高官呢 据说见了这个亚洲事务的专员坎贝尔 我们知道坎贝尔有个外号叫亚洲沙皇 就是美国现在这一届政府相关的 这个一些亚洲的外交政策 都是由坎贝尔去主导的 坎贝尔可以说对华政策如何走向 坎贝尔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坎贝尔如果跟中华民国的外长吴钊燮秘密会谈的话 谈什么呢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美国跟中华民国政府正在认真的考虑 改变中华民国政府驻美国代表机构的名称 我们知道现在中华民国因为跟美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所以中华民国住在美国的一些代表机构 都不能以外交官的面孔出现 比如说中华民国住在美国一些大城市的总领事馆 他实质的这个工作内容是总领事馆的内容 但是他的名称呢 只能说住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你从这个名字 他就是个经济文化办事处 跟外交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是实质上他是扮演一个总领事馆的角色 所以现在金融时报报道说 美国跟中华民国政府在会谈当中 认真考虑要把未来中华民国驻美国的这些相关的机构 要改名叫台湾代表处 如果是这个名称的话 那么两国的关系将会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 我们知道前不久 欧洲的一个小国立陶宛 已经把这个台湾驻立陶宛的机构 改变成台湾驻立陶宛的代表处 那么这个做法引起了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弹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针对这个立陶宛给予了制裁 我们说立陶宛改变这个中华民国政府驻立陶宛的代表处的名称 或者它只能影响到波罗的海三个小国 但是呢 如果美国改变这个台湾驻美国的代表机构名称的话 那么这将会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啊 这个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出来之后 就引起了中国大陆官方政府以及官方媒体强烈的反应 这个强烈反应又体现了中国对台政策会如何变化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在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几乎同一时间呢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说 中华民国的外长吴钊谢等一众高官呢 正在美国跟这个美国的亚洲事务最高的负责人坎贝尔进行秘密会谈 会谈的内容啊 是要把中华民国驻美国的这个办事机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那么如果这个名称一改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官方政府或者是官方媒体一定会有激烈的反弹 那么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发言人的相关的谈话 我想大家在新闻当中看到了 我们就不用去重复了 这里特别要讲的是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在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后啊 又重提说如果美国胆敢把这个中华民国驻美国的办事机构改名成为台湾代表处的话 一定要让美国付出沉痛的代价 并且环球时报在文章里面说 如果美国敢这样做的话 就要在台海打断美国的腿 那么中国的政府以及官方媒体有这样强烈的反应啊 不足为奇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金融时报这个报道 说这个中华民国驻美国的机构要改名为台湾代表处呢 首先我们说金融时报的报道不代表真实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金融时报毕竟是一份英国的报纸 我们同时也看到了金融时报报道之后呢 美国政府并没有站出来公开的辟谣 也没有否认 当记者问到白宫发言人说 现在金融时报报道说 美国准备跟这个中华民国进行这个沟通 说要改变这个驻美国的代表机构的名称 白宫发言怎么说呢 白宫发言人只强调说 我们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 那么这里面我们读到了两个信息 首先美国没有否认 美国跟中华民国正在商讨这一事项 因为吴钊燮确实在美国秘密访问 确实跟美国的官员有会谈 只不过会谈当中有没有讲到这个话题 并且双方有没有取得共识 这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呢 白宫的发言人也强调了 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 这个所谓的坚如磐石就是 在台海面对武统危机的时候 美国是坚定支持台湾的 不是拜登刚刚跟习近平通电话当中 才强调美国无意改变一中政策吗 而现在为什么又要改中华民国 住在美国办事机构的名称呢 这是不是跟拜登的 跟习近平通电话的内容 有直接的冲突呢 这是不是美国政府内部 对于对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还是有一些华盛顿官僚体系的人 又给拜登挖了一个陷阱呢 这个问题我个人这样看 这并不是华盛顿官僚体系 跟拜登政府之间有什么冲突 有什么矛盾 拜登表述的意思啊 是想打消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念头 最起码在近年之内 习近平最好不要冒这个险 逼美国要参与到台海战争当中呢 这是美国政府也好 军方也好 美国任何一个政党领袖也好 都不想看到的一个局面 但是美国又不能放弃台湾 那么这里边的奥秘就是 不改变一中政策 就代表美国不支持台湾吗 当然不是因为前国务卿蓬佩奥 在他任内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美国政府已经认知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说美国无意改变一中政策 就是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或许跟中华民国 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但是台湾在美国看来 它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所谓的一中政策 跟支持台湾是并不相冲突的 那么面对拜登在电话当中 对不改变一中政策的保证 面对美国政府 确实跟中华民国的外长 有一个秘密的会谈 习近平会怎么想呢 我们来猜一下 其实习近平很清楚 美国不会放弃台湾 这个战略要地 如果习近平想实现统一的话 恐怕武统台湾 是必然的选择 而美国不愿意为保卫台湾 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我想习近平也十分清楚 但是习近平愿意 牺牲中国人的生命 来完成台湾的统一大业 这个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所以对目前的 整个战略形势的研判 如果中国政府 如果习近平知道 美国不愿意为台湾牺牲 但是又不愿意放弃台湾的 这个战略地位的话 那么武统台湾 可能会令到美国 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并且从阿富汗撤军 让全世界看到 美国或许是个强国 但是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现任的美国三军总司令拜登 或许是个昏庸无能的人 那么如果一个强国遇到了一个昏庸无能的领袖的话 这个时候发动正面的冲突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呢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如果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 如果拜登的对华政策 或者拜登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的表现 让中国看到拜登是个无能的三军总司令 或许中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现在武统台湾是最好的时期 如果等到拜登卸任之后 换上另外一位美国总统 可能那个时候要武统台湾困难会更加大 那么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想象空间 拜登无能的表现 拜登一再左右摇摆的政策 本来拜登的这个原意 可能是想制止中国武统的念头 让台海维持一个相对的稳定 也让美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毕竟美国经历了08年的金融海啸州 现在又遇到疫情 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 急需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美国国内还有很多很多问题要拜登解决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卷入任何一场冲突 这对美国的国际战略利益肯定是不利的 但反过来说 如果美国让中国让习近平看到了美国这个弱点 那么或许这不但没有打消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念头 很有可能还让习近平觉得 现在武统台湾或许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那么这个时候台海的局势将会更加危险 所以我们解读习近平跟拜登这通电话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 一个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就是我们所说的 美日应要四国同盟马上就要开会了 而这个会议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针对中国 就是要探讨一下如何跟中国对抗 但是这个对抗美国又不愿意跟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 所以拜登一方面在积极筹获在亚洲形成一个对中国的包围圈 遏止中国的发展 但是另外一方面 拜登又不想跟中国直接发生冲突 这就造成了拜登的对华政策非常矛盾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 拜登的对华政策 一会儿说 这个耶伦说 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影响到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另外一方面 白宫的贸易办公室的代表 对中国的这个关税政策又十分强硬 这就是拜登既想跟中国对抗 又不愿意跟中国直接发生正面冲突 这种矛盾的这个心态 导致拜登的对华政策左右摇摆 导致拜登一方面跟习近平通电话 想平息习近平武统台湾的念头 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政府又跟中华民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实质的不断的向前推进 这种矛盾的政策 我担心的是 不但不能够平息中国武统台湾的念头 很可能让中国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这就是我个人对习近平跟拜登通电话内容的解读 那么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 debt